打了两年多的俄乌战争在其波兰,随着美国宣布将向乌克兰援助600亿美元的军事武器装备,也让士气低落的乌军,也开始再次如打的机器一般亢奋起来,并且多次出动无人机,对俄罗斯境内的能源目标发动了突袭行动,使得本来已经明朗化的俄乌战局再次紧张起来。 就在今天,突然从北约国家波兰传出消息,波兰再次突然开启疯狂挑衅俄罗斯模式,波兰总统杜达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,如果波兰被纳入北约的核共享计划,波兰已准备好在境内部署核武器,以应对俄罗斯在白俄罗斯和非地加里宁格勒,加强军备的威胁。 同时杜达还对外透露,已经就部署核武器问题和美国进行了多次磋商。 言下之意,美国在波兰部署核武器只是时间问题了,这个消息一出,立即就在国际上引发了一场不小的波动。 在俄乌战争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,波兰突然释放出来要和美国协商,在波兰部署核武器的消息,这无疑是对俄罗斯最赤裸裸的挑衅。 在这场俄乌之战当中,波兰一边倒地支持美国和北约,肆无忌惮地挑衅俄罗斯的底线,并且公然释放出如果乌克兰战败,波兰不排除下场和俄罗斯开战的狠话,而波兰也成为向乌克兰派出拥兵最多的国家。 波兰之所以如此卖力支持乌克兰,倒不是为了朋友两肋插刀,而是惦记乌克兰西部原先属于波兰的领土,想来一个火中取利,趁乱拿回属于波兰的领土。 所以才会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,不遗余意地煽风点火,不把乌克兰彻底推到火坑里面,是势不罢休。 在被俄罗斯消灭了大批波兰雇佣兵,甚至导弹飞过领空强硬敲打之后,波兰消停了几天之后,如今又开始再次玩火。 竟然希望美国在乌克兰部署核武器来对抗俄罗斯,这不是上着杆子当大国博弈的炮灰吗?要说这个波兰也真够做死的,为了给美国和西方国家地上投名状,竟然在此不惜引火烧身,要求美国在波兰部署核武器对抗俄罗斯,要知道波兰作为北约国家,同时紧邻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和白俄罗斯,这等于是直接把大炮架到俄罗斯的家门口了。 不得不说,这个波兰够狠的,这是澄清要恶心俄罗斯,其实也难怪波兰会释放出,要美国在波兰部署核武器的消息,为了敲打不听话的波兰,俄罗斯已经分别在白俄罗斯,以及和波兰毗邻的飞地加里宁格勒部署了核武,就是在威慑波兰不要妄动。 而如今眼看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是节节胜利,乌克兰是毫无还手之力败局已定,担心遭到俄罗斯清算的。 波兰心里没有底了,就在此时突然释放出,希望美国在波兰部署核武器的消息。 很明显波兰这是要彻底的绑定在美国战争之上,果然对于波兰释放出,要部署核武器的表态,引发了俄罗斯的重天之怒。 俄罗斯立即对美国和波兰提出了警告,称如果美国和北约胆敢在波兰设置核武器,必将成为俄罗斯的打击目标。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表示,如果波兰在境内部署美国核武,将立即列入打击目标,看明白了吧? 是立即列入打击目标,这等于是俄罗斯直接给美国波兰下达了最后通牒,要知道波兰可是北约国家,如果是俄罗斯将波兰列入打击目标,相当于直接对北约开战,这等于是俄罗斯已经彻底和美国以及北约摊牌,那就是绝不允许美国在波兰部署核武器,否则将成为俄罗斯军事打击目标。 话说的在明百点,如果北约胆敢在波兰设置核武器,俄罗斯不惜立即从北约开战,甚至是核大战,因为在此前普京已经公开释放出了,如果北约参战不排除使用核武器的重磅信号,我们看到面对在乌克兰玩火的美国,如今俄罗斯的态度已经愈发强硬了。 在布希和北约在乌克兰正面开战之后,这一次俄罗斯更是直接点名美国,胆敢用核武器挑战底线,必将奉陪到底。 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,如果北约核武器出现在波兰境内,俄军将评估形势,采取所有必要措施。 俄外长拉夫罗夫直接宣称,西方在核对抗边缘试探,一旦美国核武出现在波兰,这些核武器将进入俄打击目标名单。 另外这个所谓的北约共享,其实只是一个表面说辞,北约拥合国家就美英法三个,其中英法核武数量有限,不可能大规模在北约盟国之间分享。 北约只有美国有庞大的核武库,所谓的北约分享,就是美国把核武分散给北约成员国,这是典型的核扩散,背后的战略用心也非常的险恶,因为美国的盟友不仅仅只有北约,还有很多亚洲盟友,如果在北约成员内共享,那会不会把经验复制到亚洲来? 核扩散是一个人类文明必须面对的问题。核能,自然界最基本的能量之一,只要人类文明走到一定程度,核武就会诞生。 话说当年,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之后,核能便随着进入人类视野,二次世界大战,最终加速了核武诞生,但美国搞出核武器之后,地球村核扩散便不可避免地开始了。 随后不久,苏联便有了核武器,再往后联合国五大善人都有了核武,由于说一,五大善人拥合之后,如果能联手抑制核扩散,应该也会有效果,毕竟在地球村,五大善人联手,就没有搞不定的国家。 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,五大善人虽然开口仁义道德,闭口道德仁义,但私心都很重,很难真正意义上联手做某件事,因为五大善人之间斗争激烈,核扩散的趋势就加快了。 如果把核扩散做一个总结,就会轻而易举地发现两条精未分明的路线,私家作坊式核扩散和连锁电视核扩散。 核扩散路线一,私家作坊式扩散,顾名思义,所谓作坊式扩散,就是打着独立研发的旗号,用尽各种手段东拼西凑弄材料,最后完成了作坊式组装。 最大特点是有着独立经营权,代表国家有印度、巴基斯坦、朝鲜,先说印度非法拥合。 其实当年五大善人完全可以制止印度拥合,但是因为美苏英都想利用印度制衡中国,不可能真正对印度施加压力。 再说巴基斯坦,既然印度拥合了,作为印度的死敌,巴基斯坦就不顾一切的想要拥合。 对地球村大玩家来说,印度是制衡中国的筹码,巴基斯坦是制衡印度的筹码,所以印度能通过非法手段拥合,巴基斯坦自然也能通过类似的手段拥合。 还有就是朝鲜,朝鲜拥合的过程也是拖拖拉拉几十年,最终变成现实。 作为一个两千多万人口的小国,都能勒紧裤腰带搞出核武器,可以说大幅拉低了拥合国的门槛。 现在很多国家,如伊朗、土耳其等国都想拥合,还有乌克兰还想再次拥合。 核扩散路线一,连锁电是扩散。 所谓连锁是核扩散,就是类似于连锁电模式。 现在主要是美俄在推广这种模式,连锁电是核扩散的始作俑者是美国。 当初五大善人拥合之后,美国不仅没有权力阻止核扩散,反而推动了核扩散。 在美国看来,以色列在中东处境艰难,就帮助以色列成为了实际拥合国,开启了连锁电是核扩散的大门。 美国又帮澳大利亚制造核潜艇,相当于把澳大利亚纳入了核连锁超市。 俄罗斯感受到美国的咄咄逼人,不想坐以待毙。 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,俄罗斯有样学样,也想搞自家核连锁超市。 目前只有白俄一个客户,后面也可能尝试着把叙利亚或中亚成员国纳入。 俄罗斯在白俄部署核武,是希望利用核威慑阻挡北约继续东扩。 毕竟俄罗斯与美国相比,基本上也只有核弹不落下风,面对俄罗斯的核威慑,美国并没有选择和平的方式应对,而是采用针尖对卖盲的方式,提出核共享计划。 其实就是想把核武部署到东欧,把那些反俄国家纳入核连锁超市。 美国这次核弹共享计划,极有可能把欧洲重新拖回核英云时代。